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最近有個觀眾威士忌爸爸就報料 他說長沙環有一間日式小店 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所以他們的博多團骨拉麵做買一送一優惠 看回資料 他們原本只是收$58 難道真的$58就有兩碗日式拉麵? 這樣的價錢真是便宜過茶餐廳 不知道有沒有福呢? 事不宜遲 立即一齊出發 看看有什麼吃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片之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因為每一個訂閱對毛巴來說都是一大個鼓勵 首先看看OpenRise 這間餐廳叫做一起食堂 以前只是做晚市 但大家知道最近晚市是不可以做堂食 餐廳為了生存 除了現在晚市做外賣之外 午市他們做了堂食 而去的方法和地鐵站有少許距離 最近的話就在長沙環的A2出口出 直到順寧街 右轉 兩個街口就會見到 這樣走過去 慢慢走都要走十分八分鐘 就這樣看餐廳的外觀真是好日式 我曾經經過過都不察覺它是一間餐廳 因為除了一小牌子寫著一起食堂之外 如果它不貼上一些圖片都很難知道裡面是有食物的 在門口的兩邊都有貼著這次主要過來測試的優惠 薄多團骨拉麵 買一送一 事不宜遲 立即入餐廳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其實餐廳裡面是很小的 很有日本小型居酒屋的感覺 座位大約只有八至十個位左右 全部都是巴桌設計 即是大家平時看深夜食堂那一種 我坐了一陣都聽到廚師、侍應和顧客閒話家常 應該有很多是熟客仔或者街坊幫襯 這裡門口的正門還有個Suntory的生啤機 還有黑白啤也有 走鬼福音 坐下之後就看看餐牌 這裡有主食和套餐 拉麵都很便宜 做著買一送一的拉麵真的是$58 如果大家想吃一些特別的 好像櫻花蝦海露味噌拉麵也是$65 如果大家比較大食的話 可以考慮叫上小食和野飲套餐價$95 不過現在這個優惠 最大應該是兩個人過來吃 叫個買一送一的豚骨拉麵 圍起來每個人都是$29 再加上小食和野飲好像更划算 亦因為小店經營的關係 這裡的餐牌經常改變 會有些特色食物 所以特別製作了一份首寫的餐牌 全部的套餐都是$95 除了主食之外還有些小食 罐裝Asahi啤酒都是$20 而生啤就是$45 我自己第一次看到它推介Half and Half 可能因為混合了黑啤 貴少少的關係就要$48 但整體來說都不算貴 剛才我亦有提到 因為很多新菜式未必跟得及過餐牌 所以很多都會看到這些新的Poster 看到Happy Hour的套餐 十隻餃子和一杯生啤 都只不過是$78 價錢絕對是OK的 首先第一樣東西我吃的 就是慢煮雞肉沙律 價值$40 有一球薯仔沙律和三塊雞 薯仔沙律是比較大顆的 有咬口的再加上少少薯蓉去塑造半圓形球體 配合一種幾特別的沙律醬 酸酸尾尾尾有一種果仁味 飽吐得來都幾開胃 而慢煮雞肉外層就有薄薄的雞皮 雞肉做到好滑 點完沙律醬就更加好吃 只不過這個定價$40 份量絕對不可能share吃 而今次的主角就是買一送一的豚骨拉麵 就這樣看一點都沒有渣流攤 有三片叉燒、好多蔥和木耳 還有一塊紫菜 看來餐廳沒有因為做買一送一 而相對應減回份量 我在吃的第一口 跟坊間吃到的拉麵有少少不同 因為入口的第一口感覺 味道是比較淡的 即是大家不會有那些 第一口吃下去就超級厲害衝擊的感覺 而湯底的質感是有少少濃稠的 慢慢細心品嘗會有很濃郁的豬骨味 可能因為他們標榜沒有下味精的關係 所以湯底不鹹 但也算很濃郁 但如果是重口味的朋友 當你試真了湯底的味道之後 我就推介你加旁邊的拉麵胡椒和七味粉 去調一個重一點的口味適合自己的湯底 而拉麵的麵底是用了細麵 比較偏幼細的 都算幾掛湯 不過今次我吃的麵質就有少少偏軟 我喜歡吃硬少少的 所以下次再來我會直接叫硬麵 而叉燒跟坊間捲起的有少少分別 因為他們用慢煮和圓件切出來的 口薄不一 味道和口感我都覺得… 呃…一般般吧 因為其中一塊條筋都挺硬 可能因為湯底不太鹹的關係 喝起來又好像沒什麼負擔 就算我第一碗拉麵 喝完整個湯底都不會覺得特別口渴 比起我平時去到其他拉麵店 可能我已經叫一杯啤酒喝了 而第二樣小食就是藍盲炸雞 38元有四件 用了少少火箭菜墊底 而見雞的表皮炸粉就很薄 少少脆厚 但又不會硬正到會戒咀那種 他們炸完之後可以鎖住雞肉裡面的肉汁 也醃得夠時間,好入味 而到最後因為我已經打算買單走 誰知侍應提我 就說買一送一還有一碗拉麵未吃 我就說都夠飽了 知道是買一送一就夠了,我不想浪費食物 也可能見到我拿著相機拍攝的關係 她就說免費upgrade我做第二款拉麵 讓我可以試多一件東西 當然性情難卻,我就接受了 而士英姐姐就upgrade我做櫻花蝦海露味增拉麵 這個拉麵和之前的比較應該是用了同一個湯頭 再加了味增和櫻花蝦 叉燒亦多了一件 的確這個湯底是重口味很多 可能因為有很多蝦乾和蔥的滑龍點精 鮮味真的比較突出 這個拉麵是完全不需要加剛才的拉麵胡椒和七味粉 到最後買單就136元 其實這個份量我加上無媽都絕對夠吃 這個豚骨拉麵買一送一是沒有加一服務費 即是29元一碗真是便宜過茶餐廳吃沙爹牛麵 看得出這間食堂之前是主力做晚市 好像居酒屋一樣 跟老闆聊聊聊天 喝兩杯吃下小食的地方 真是好可惜 現在沒有了晚市 很多餐廳都需要減價和變陣 確診的人數顯示 疫情就更加嚴峻了 希望大家小心身體 注意衛生 我們一起共度時間 更加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唉唷 水 我吃到老闆 愛 那個呢 我們下條片